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黑子的籃球 旭哥今天來講這遊戲 T0最強的神角排行榜 還有這個超越T0最強的神角 可以搶先看 有三隻最強神角 未來是最值得抽的神角 所以大家可以優先準備鑽石 準備來抽這個超越T0的角色 然後各個排行榜 所以很完整讓大家可以最完整的攻略 要用什麼角色誰要先養成 或誰最值得培養 那還有這個隱藏版的火神 隱藏版的黑子 還有這個目前版本最強的得分手 像是黃賴 還有手抽好幾百抽免費 最爽攻略 然後最多禮包馬隱藏版 需要總整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幫大家總整理 這個黑子的籃球 Street Rivals T0最強的神角排行榜 還有這個未來是 有這個超越T0的神角 所以有三隻超越T0神角的這個角色 我們可以先搶先看 像是首先呢 蠻出乎大家意料 跌破大家眼睛 超越T0神角 第一隻是這個秀德高中的 他是這個大平太戒 他們隊長 綠尖真太陽的隊長 所以就是常常會生綠尖神器那個 他是中鋒隊長 大平太戒 他竟然是超越T0神角 哇蠻意外 原本以為是會是奇蹟世代的 結果竟然首先第一隻是他 中鋒大平太戒 接下來是青鋒 青鋒就是奇蹟世代 大家都應該知道 最強的得分手 那這隻是比較偏向課長 你假如是課長王的話 一定是把這隻課好課 這隻超神 最強的輸出最強得分手 超猛 但是未來會推出超越T0 目前台版還沒推出 好那接下來就是 哇這個 黑子籃球版的 這個 Steven Curry 這個可以從這個很後方 直接Logo shot 那時候旭哥第一次看這個 黑子籃球 就是被這個場景看到快笑死 他從這個底線投三分 然後就直接一直進這樣 那時候看到覺得快笑死 這個 籃球的動畫非常的鬧 非常的搞笑 所以後來就把他追完了 其實還不錯看 所以旭哥那時候對這個 這個動漫最有印象的就是這個 綠尖真太郎 因為他直接從底線射三分九 超爆笑的 而且還可以一直進這樣 就覺得這個漫畫非常的扯 好奇蹟的世代 這裡有兩隻這樣 有這個清風 然後有這個綠尖 然後還有這個 秀德高中的這個 哇這個中鋒 接下來T0的話就是大家比較常會看到的角色 像是有黃賴啊 然後這些角色 就是 隊伍裡面應該都有啦 那有些是要課金才有 那有旭哥講這個 昨天講的最高勝率的神角 所以呢 像是黃賴啊 然後這個 早川聰陽啊 然後利松信男這些角色 到最後的這個黑子他們的籃球隊的隊長 這個日向順平都是好用的T0神角 這些角色大家都可以 好好培養 而且很多都是海長的 海長的 好像這排了一堆在T0這邊 反而是這個主角他們高中隊的 好像沒幾個在這裡 主角他們高中隊的都是在T1還有T2這樣 最慘的是這個黑子還在T2 蠻慘的 這個是排行版 大家可以參考 不過也不一定就是完全要信 不過這個遊戲通常都是這樣 越後面出的角色會越強 所以之後還會有像是紫緣啊 然後什麼刺絲啊 這些角色 都會推出 有沒有奇蹟的世代嘛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未來的那幾隻 都是T0的神角 奇蹟的世代 目前有出了黃奈然後 清風還有綠堅 應該說清風和綠堅還沒出來 那未來會出 然後之後還會有紫緣還有刺絲啊 反正都是T0 或是超越T0的等級了 那目前超越T0的就是這三隻 然後主角隊都排在T1、T2 比較可憐一點 然後T0蠻多都是海長高中的 除了這個日向順平啊 這個隊長他們有幾個是可以上T0這樣 然後黃奈當然是目前版本最強的得分手 目前版本最神的No.1是黃奈 那像是早川充強還有這個力衝性 目前勝率最高的神角 攻略都有分享過 所以大家假如有看過序克攻略啊 把這些用一用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最完美的攻略開局 那玩起來應該也可以得心應手 勝率應該也可以拉到非常的高 好就把這個T0最強的神角排行榜分享給大家 最多組的禮包馬還有隱藏版的需要一次詳細的兌換給大家 隱藏版需要總整理 那首先點畫面這個左下方的活動大廳 活動大廳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左上角看到一個福利活動 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左下方會看到一個禮包馬兌換 禮包馬兌換點進來 在畫面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馬了 好我們就輸入這個 KUROKO77 KUROKO77 接下來按兌換 兌換序號 好這個蠻爽的 有心願扭彈券 爽喔 轉彈券加上這個訓練手冊 爽 KBSR GP GBPQ WNZP 12格英文字母有點長 這一串全部輸入完之後按序號兌換 有這個就有 哇 可以拿到這個火神的轉彈券喔 這個爽 這個就可以拿來抽這個隱藏版的火神 這個超讚的 一定要拿 這個我們可以來抽這個隱藏版的火神造型 禮包馬了 好那我們就來輸入這個 APPLE APPLE NOE APPLE NOE 按序號兌換 好這個有500的金幣 加上這個 噢 晉升卡 爽 好接下來輸入這個 KUROK KUROK 8888 黑紙 黑紙 黑紙的英文 888 按兌換 爽喔 爽喔 有這個額外金幣卡加上 額外經驗卡 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試一下 改成666看看可不可以用 KUROKO666 噢不行 所以就是888 之後去個餐應該是會有什麼火神的啊 然後什麼的 就是他們的名字然後再加什麼數字這樣 好 這隱藏版的福利 禮包嘛 然後這邊有這個預約獎勵 這個一定要拿這個禮包 像是10萬人 哎呀 30個 檸檬蜂蜜 20萬人的 3000金幣加上訓練手冊 哎呦 4000月稱 爽啊 這個稱號 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這個鑽石300鑽 然後 潛力券 這個感覺真的介面跟灌籃高手超級像 還有頭像框 還有頭像框